申师傅反映 他的妻子去年10月做了人流手术 今年3月初发现手术没成功 现在孩子出生了 他担心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 申师傅是安徽人 今年35岁 去年3月份 他来到京华东阳的恒恋镇送外卖 和妻子女儿住在一间出租屋里 去年10月份 他的妻子出现了呕吐的情况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怀孕了 申师傅说 当时检查手术 都是在京华东阳市恒电医院做的 今年3月初 他发现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 虽然没有留下来之后 大概也就20天的样子吧 我本来就是要等杭州的一个 那个评估结果出来 就是结果还没有下来 就已经早产了 申师傅告诉记者 发现妻子没有终止妊娠后 他们向恒恋医院方面反映过情况 之后一直和家人犹豫 是否将孩子生下来 没想到 在等待评估报告的过程中 孩子早产出生了 申师傅介绍 孩子是在东阳市人民医院出生的 他见过一面 随后孩子就一直住在医院 新生儿科保温箱 他希望之前给妻子 做人流手术的恒电医院 负责相关费用 小孩出生了 现在大人也花费大 小孩也是一天也花费大 现在目前花的钱全部都借了 现在经济没法承受了 我来找恒电医院 他一开始说 谁要你把小孩生下来的 他医院就是流程先在医院处理 就是在一万只内 讲的说 要是多了 他们就这里处理不了 叫我等了第三方通知 或者哪里 申师傅说 孩子目前被确认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 后期治疗也是一笔费用 之前就想到小孩留了 留掉了 这些就多花了 又小孩 大人又生产了 小孩进入花费 有个心脏手术 又要花 还有要做奶粉 又什么东西 这就增加一个人的负担 大人的身体 又要一两年不能上班 我想这医院应该负 当时做流产手术的责任 申师傅希望跟医院方面协商补偿 记者把情况反映到了 恒联医院行政楼 经过沟通 医院方面安排了一位 医务科工作人员 和一位律师出面 与记者进行了沟通 东阳市恒联医院医务科的 张主任告诉记者 3月8号 申师傅的妻子通过微信联系 做人流手术的医生 说自己怀孕26周了 当天 医生前往患者住处 与对方进行了沟通 并将之前的1700元 人流手术费转给了对方 3月底 医院方面得知 申师傅的妻子突然生产 小孩子生出来以后 我们医院 他经费上有困难 所以我们医院的话 也是跟上级医院联系了 南人民医院的话 不要因为他费用的问题 影响他的救治 这个我们就院领导 跟人民医院的领导 是直接沟通的 在我们医院呢 也有派了两次 两次去探望了徐学平本能 希望他早点恢复 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 能够用合理 合法 合规的手段 去妥善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所有的责任都是怎样怎样 但是这个总应该照一个合理地 按照医疗纠纷处置的流程 给我们一个就是判别 我们医院该承担什么责任 申师傅妻子去年在恒电医院 做人流手术的记录单上写道 吸出绒毛组织约2.0x1.0x1.0厘米 针对人流手术后 没能终止妊娠的情况 医院法务翁律师 对责任划分的参考条件进行了介绍 为什么会没有留掉 这个是手术 手术的话都是有风险 继续生长下来的话 这个就是可能是漏歇 因素的话就是说 人生男的大小 子宫的位置 子宫是否存在畸形 这外漏歇的医生的操作 技术跟经验都有关系 这就是手术风险 真的有没有留掉 我们也不知道的 他没有留掉 因为没有来检查 没有来检查 就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是不是能流的那个种子还在那里 医院方面提供了人流手术后 医生与产妇的微信聊天记录 去年12月之前 医生曾多次跟产妇沟通 建议患者进行复查 对方一直没有进行复查 翁律师认为 这导致医院方在胚胎长大之前 无法得知人流手术的最终结果 汪律师告诉记者 孩子出生之前 院方也多次告知过风险 生产出来有风险 因为一个你自己也前妻吃了药 也怀疑这个胚胎会畸形 才能流 那么现在能流手术做过了 你既然还要把它保留 那么还要把它生产出来 这个意愿完全在于你 我们也不可控 翁律师介绍 申师傅的家人提出过 100万元的赔偿金额 医院方面的建议是 根据主张赔偿的金额不同 通过不同的途径解决此事 一万以内 那么医院这边可以跟你协商 如果超过一万 那么通过一条会去解决 再超过十万 那就要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 记者把医院建议的协商方式 告诉了申师傅 他表示会考虑走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1818黄剑记者精华报道